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下雨的情况 全国警察总长纳都斯里阿克里沙尼表示 这一次共有七个州属和直辖区遭到水灾侵袭 那就是雪兰儿 森美兰 基隆坡 马六甲 彭亨 吉兰丹以及霹雳 其中最严重的是彭亨州 目前有18,080户家庭受到影响 多达68,381名无家可归的水灾灾民 暂时被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 同时随着昨天再发现五名罹难者后 这场大水灾已经夺走了37个人的性命 另外有10人下落不明 然而水灾还没完全消退的时候 大马武装部队总司令丹斯里阿芬的确表示 水灾最糟糕的情况还没结束 原因是东北季后风还没有完全吹息 因此一些州属包括了彭亨 吉兰丹等等 在来临的这一个星期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水灾而引起的传染病 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水灾发生后可能会增加祸乱 伤寒 勾端螺旋体病等等病例 因此卫生部已经动员了医护人员到大部分的疏散中心 为灾离进行健康检查 结果目前并没有严重的病例投报 不过灾民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却处于上升的情况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在水灾灾民当中 昨天再通报180宗的传染病 当中80宗是急性呼吸道感染病 其余的则是皮肤病病例 急性肠胃炎病例以及结膜炎 同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 全国水灾灾民也累计390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不过庆幸的是 临时疏散中心并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另一方面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表示 各救援单位在水灾发生第一天 所展开的救援行动的确显得慢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单位进行协调后 救援行动越来越顺畅 同时为了确保灾区民众的安全 警方已经调派120名重案组警察 组成30支除暴队 展开行动巡逻取缔企图犯罪分子 我国的东北季后风季节将持续到明年3月结束 气象局缴迁已经预计 在这段期间预料会迎来4场到6场的暴雨 因此全国民众受处做好准备应对水灾 同时为了给人民提供有关水灾的最新进展 首相已经指示警队、大马武装部队、 消整局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每天定时举行水灾行动 Opbandier新闻发布会 为民众更新全国灾情的资讯 谢谢收看,我是美珍,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